HELLO 大家好,我是TERRY 今天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的資產還有理財的配置 其實理財對我來講是一個興趣 然後我自己是很喜歡看數字的東西 雖然我的數學沒有到很好 但是我覺得我對數字還有價錢還算是比較敏感 那我覺得不管你賺的錢是多是少 或是你的資產有多少 你都應該知道要怎麼去理財 而且我覺得理財這種東西應該從小就放在課本裡面 我覺得從小就有這個基本概念的 會跟完全沒有概念的人在之後的人生會差非常的多 我是不知道現在小學生國中生都學什麼 但是我從小接受的概念就是要學會存錢 而不是怎麼去理這些錢 怎麼去投資這些錢去創造更多的價值 因為假如你這輩子如果只知道怎麼賺錢 然後把所有努力賺你的錢都放在銀行的話 你的資產其實一直都在縮水 通貨膨脹率在美國大概是2.4%一年 那你說如果我買定存可以到3%的回報 那不就保值了 話是這樣說沒錯 但是就以最基本美國標普500的大盤指數 從1957年到現在平均每年的成長率大概是8% 所以就算你無腦的去投資美國標普500指數 你的年平均回報率都可以到達8% 8%的負利以20年30年長遠的投資角度去看的話 是非常可觀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假如還沒有開始投資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認真的考慮 畢竟這些都是機會成本 錯過了我覺得是蠻浪費的 當然投資都有風險 絕對不要盲目的在網路上看別人推薦什麼股票就買什麼 其實我做這集影片之前是蠻猶豫的 因為我怕有人看了我的投資分配之後 就去盲目的照抄 因為每個人承擔風險的能力都不一樣 一個20歲跟一個50歲快要退休的人 他們的風險能力承受都是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你看了這個影片的話 把它當做是一個參考 在做任何投資之前都要先自己做功課 知道風險是什麼 然後看一下自己有沒有能力承擔自己的風險 再來就是我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金融方面的背景 我只是一個宅男工程師 所以這些都不能被當作投資的建議 純粹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觀點而已 那第一部分的股票投資呢 大概佔我整個資產的11% 我把它稱之為傳統價值股 也就是巴菲特常說的Value Investing 其實這一部分可以直接買幾支ETF 就把整個大盤給基本涵蓋了 但是我以前就覺得說只買ETF這樣真的太無聊 我就想要研究個股 然後挑一些我自己覺得很看好的公司去買 但是後來真的慢慢覺得沒有必要 ETF其實是最簡單的 我現在如果要加商的話 我都是直接買ETF 就很少去挑個股來買 所以這邊大概有一半是我自己選的股票 另外一半是ETF 以下呢就是一些我自己選的股票 比如說加拿大的銀行股 像TD跟RVC 還有傳統的車行製造商 像GM 還有零售業像Costco跟CVS 還有醫藥類像是之前做疫苗的 Pfizer跟電信業像AT&T跟Verizon 能源產業像是Enbridge 或是TC Energy 還有航空股像是波音 空客還有新南航空等等 航空股的話 我是在比較低點的時候入場 大概去年疫情爆發之後 雖然現在這些航空股已經漲回蠻多 但是我覺得好的公司像是波音 還是有很好的向上發展空間 因為美國這邊的疫情 基本上已經比較好的控制住了 我猜年底之前大部分的旅遊業 尤其是航空業都會有大幅的恢復 所以我覺得航空股還是有個很好的上漲空間 那這11%的另外一半就是ETF 就像我之前講的 我現在大部分都是買ETF 像是S&P500的VOO 高股息的VYM 或是小部分的VSS 這種追蹤全世界的ETF 那我這一部分的傳統價值股的投資組合 基本上我是不太會去動他的 只會繼續往裡面加 除非有公司的基本面有很大程度的改變 我會再進去調整 要不然就是一直拿著不會賣 這部分的投資組合有個好處 就是他有很高的股息收入 那這些都是我以後的被動收入 我以後要是退休的話 我也可以靠這些股息吃飯 下一個部分呢 佔了我總資產的22% 我把它稱之為高成長投資組合 大家都知道科技業是未來的趨勢 再生能源、電動車、雲端服務 這些都是我非常看好的範圍 但是因為其實這市場在這幾年 已經漲了非常非常多 大家最常問的問題就是 到底有沒有泡沫 我覺得好的公司是可以在熊市中存活下來的 不管接下來的市場會不會崩盤 我只要繼續投資 我相信以長遠10年以上的時間軸去看的話 都還是會有很好的回報 我相信未來一定是科技去主導的這個世界 所以我不會因為短暫的市場波動而恐慌去拋售這些股票 我只會加長買更多而已 這裡面呢 比重排名低的是特斯拉 大概佔了我所有高成長股的20% 我這麼做的理由很簡單 大家都知道電車是未來的趨勢 傳統車行也都投入電車的研究跟發展 特斯拉是目前電子車做的最好的一家 理先它的競爭對手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看空特斯拉的人最常說的就是 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司在做電子車 最後會把特斯拉給幹掉 我覺得確實是有可能什麼事情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這樣比喻對不對 但是當年 Nokia Motorola Sony HTC 都覺得蘋果手機做不起來 看不起iPhone 現在來看 當年的蘋果的崛起 我覺得跟現在特斯拉的發展很像 蘋果當時帶動了整個蘋果系統開發的產業鏈 特斯拉則是在帶動整個可持續能源的產業鏈 用戶體驗電池技術 自動駕駛技術 跟目前所有傳統製造車品牌比的話 它是做得最好的 而且要做電子車做得好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不是把傳統的汽油車引擎拿出來 然後放入電池就可以了 特斯拉已經度過它最艱難的那段時間 現在已經開始盈利了 而且我個人是很看好Elon Musk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也是工程師吧 我就是很喜歡他做事的態度跟風格 最近也有很多好消息都指向投資特斯拉是正確的選擇 例如他們跟Toyota的合作 還有今年第一季度汽車交付的數量 再來是阿里巴巴 大家都知道阿里是一家很強的公司 基本面也是非常的好 不管是電商還是雲端服務 在中國都是最大的 但是它的股票一直都上不去的原因 跟中國政府的政策不確定性有很大的關聯 我投資阿里真的就是因為他們的基本面很好 政治這些東西就讓公司那些高層去擔心 我相信中國政府是很聰明的 不會弄死這家這麼有影響力的科技公司 然後讓美國超嫌太多 很多時候我覺得就是表面功夫做一下 至於會做到什麼程度我也不知道 我相信長期是很難去限制阿里的發展 再來就是蘋果 蘋果的話我覺得就不用多說了 我覺得算是一個蠻無腦的投資 手機電腦整個蘋果的生態鏈一直以來都是非常賺錢的 我覺得蘋果未來的增長空間還是非常非常的大 或許短期內賺不了很多錢 但是我買蘋果也是看長期 加上他們以後也會開始做電動車 想要這個我就覺得很興奮 那Airbnb呢 是我很看好的一家疫情復甦股之一 我覺得在接下來幾個月到兩年的時間 Airbnb都會有很好的成績 而且我很喜歡這家公司 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一直在創新開拓新的業務 像是Airbnb的Experiences跟Collections 那我看Amazon呢跟看蘋果其實是蠻像的 他們就是這行業的龍頭 在美國本土的電商基本上是壟斷 雲端服務目前也是第一名 以後會不會超過我不知道 但是公司基本面也是非常的好 再來呢我也有買像是Adobe Uber Salesforce 我覺得都是很不錯的公司 那我在高成長股這部分 大概有四分之一是買ETF 就是也不用自己去選股 那我目前持有最多的 像是ARKK ARKF 跟ARKG 都是由Kathryn Wood 比較專業的ETF團隊去研究跟操作 另外還有一部分就是TQQQ 是NASDAQ的大盤ETF 用的是三倍的槓桿 這邊可能不建議新手去買這支 因為用了槓桿 所以它的波動會非常的大 可以考慮類似QQQ這種波動相對較小一點的 NASDAQ ETF 再來呢我大概有百分之五的資產是在比特幣上面 其實我以前是不太喜歡這種投機的東西 但是直到今年年初我才真正開始買入比特幣 我覺得最大的原因是因為 比特幣現在慢慢的變成很多大公司的避險地方 尤其是經過這次疫情 人們慢慢意識到 國家發行的貨幣是可以被政府無限印製的 接下來一兩年的通貨膨脹會變得非常的嚴重 我們辛苦賺的錢會慢慢的變得越來越不值錢 物價的漲幅遠遠超過薪水的漲幅 而比特幣是一個全世界對去中心化發展很重要的一個初始點 隨著虛擬貨幣逐漸慢慢被市場接受 越來越多的機構購入比特幣 越來越多人的比特幣轉移到冷錢包裡面 就像黃金一樣被放在保險箱 沒事不會把它拿出來去市場上面做買賣 加上比特幣本身是有稀缺性的 它一共最多就是2100萬個 目前市場上流通已經有1800多萬個 我相信以後比特幣真的可以完全取代黃金的位置 當然它也存在很大的風險 我認為目前最大的風險就是政府出面去禁止比特幣的交易 而且比特幣波動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現在一個比特幣大概是快6萬美金 如果明天跌到4萬美金我也不會感到很意外 我的建議是如果你真的要投資虛擬貨幣的話 就要能承擔這些可能會全部歸零的風險 再來呢我大概有21%的資產是在未上市的公司股票上面 這裡就包含了上一個公司跟我現在工作的公司給我的股票 因為這兩家公司都還沒有上市沒有一個真正意義的市場價 所以這些都是用最新一輪投資人花錢買這些股票的價錢來算的 其實這部分的風險也是非常的高 要是公司最後沒有上市或是倒掉了 那這些都變成一堆廢止 但是同樣的報酬也可以是非常的高 要是公司最後發展的很好 上市或是被收購的話 那這個價錢可以翻5倍甚至好幾十倍以上都有可能 那我自己是很相信我挑這些公司的眼光 目前這些公司的發展其實都還不錯 我的計劃是不到上市或是被收購之前 我是不會去賣掉這些股票的 那下一個呢就是房地產 房地產大概佔我總資產的三分之一 這個其實就沒什麼好講的 大家都需要地方住 那房地產也是稀缺物 地就這麼大 能蓋的房子就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以後的發展也是比較平穩的 只是現在有一個不確定性就是疫情結束之後 大家還會不會想住在大城市 像是紐約舊金山這種性價比很低的地方 我不知道會不會因為這次疫情永久的改變人們的工作型態 或許遠端工作 對那些擁擠又貴又小的出租方式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最後呢我大概有8%的總資產是現金 因為最近買特斯拉買太多了 其實我之前的現金庫存是更多的 我知道其實8%算是蠻低的 有充裕的現金的好處就是 當有好的投資機會出現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錢把它砸進去 要是科技股繼續震盪的話 我會陸續加錢進去買 那要是房市稍微冷卻一點的話 我會考慮用這個錢去投資房地產 好啦這就是至今我的總資產的投資分布 這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投資組合 每個人的風險承受能力都不一樣 所以更適合你的投資組合方式也會不一樣 那我的建議就是找到適合你自己的資產分費方式 然後不要因為短期市場的波動而影響自己的情緒太多 巴菲特曾經說過一句話 The stock market is a device for transferring money from the impatient to the patient 在市場上的時間會證明一切 當你還沒有做出功課之前 也不要輕易的就把錢往裡面丟 那這集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一定要點讚訂閱分享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說法的話 也可以先點讚訂閱分享 然後在下面留言告訴我為什麼 如果你喜歡我多講一些這類型的題材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我們下次見囉